因為法官其中有一段說到 如果你認為政府在一夜或彈指之間 就會作出讓步 推行三子提倡的普選方案 這個想法是天真的 同時如果你認為 如果得到政府的正面回應 一場幾萬人的大刑事會 就會在一夜間散去 都是同樣天真的 這個似乎我們如果就這樣聽 我們不告訴你 是法官在一個判詞中寫 你覺得可能真的是一般人的政治判斷 這個真的可以爭辯 但我剛才讀的一段 是在判詞中出現的 大家覺得是否會比較主觀的判斷 是不是天真 其實就真的要看你怎麼看 法庭斑下判詞應該是討論法律觀點 而我相信涉事者 他本人天真與否 應該不是一個法律爭拗的討論 例如上一節我們說到 這次法官是不采納公民抗命 作為一個抗辯理由 即使我不同意也好 姑且這也叫做法律觀點上的討論 但是法官直接在判詞上寫明說 你認為佔領就可以讓政府讓步是天真 似乎是不是天真判重點 不天真判輕點呢 如果法官已經頒了這個判詞 然後最後判刑是以連計的監禁刑期 我不禁也要問 就是為什麼法官閣下判詞的讚寫 會有這些稍微離題或不著邊際的內容 即是法律歸法律 政治歸政治 因為讓步也是一個政治決定 而這個政治決定 誰知道呢 即是政府讓步與否 以及他本人天真與否 這個我相信都不構成他刑期加減遞增的任何 即他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個考慮因素 梁鷹鷹我們純粹在政治層面上還沒問你 政府一夜之間讓步是否天真呢 即是我覺得法官應該都從廣場三子案的上訴 去到終審法院已經學習一下 上了一課 因為你記得那時候 楊振權上訴庭法官 在他的判詞裏面有提到一股歪風 健康運動 那麼終審法院似乎都是清楚指出 這些就可免實免 不過我覺得現在你看 比如我在第一部份講的 這個政權 特區政府怎樣處理這個佔中九子案的態度 怎樣拔護 囂張 其實你看到 你可以說他是利用法律 來進行一種治人的工作 即是你在大陸就是這樣的 他所謂的法治就是以法治人 其實你可以說 在某個角度看法庭其實都是幾被動下的 因為當你的律政司 是要選擇 要用一個已經是沒有用了N年的 古舊到不堪的 這個公眾防擾 還要煽惑 還要煽惑他人煽惑 那麼他就接波 是吧 法官接波 當然接波的時候也有不同的接法 可以正手反手 怎樣都 不過這件事今天我就不說了 因為始終他沒有完成整個審判 但是那個政權 是去用法律來治人 這個角度呢 大家要很留意 我覺得這股真是歪風來的 因為你不能夠說 我經常聽到那些特首或者律政司司長說 依法辦事嘛 這個我們是完全沒有政治考慮的 其實真的很多餘的 因為呢 沒有可能 一個政府 一個行政機關 一個政權 去決定 告與不告一個人 怎樣告法 用什麼charge 告他 在哪裡起訴他 全部都是政治決定來的 我們真的要面對這件事 就不要去相信 這個 點紅點綠 騙鬼吃豆腐的東西 你想想 那時候 那時候梁愛思做那個狐仙案 你也知道 竟然他披露他的理由 不告狐仙 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 升到虎報報業 請人多 那如果這個老闆去坐牢呢 那就會影響多少 家庭 有多少百 多少千人的飯碗 生計 全部都是政治考慮來的 問題就是 你要真的解讀一下 究竟這個政權 他是 他是透過這次檢控 以及他在庭上採取的態度 是表達了一個什麼信息 這個是我覺得很值得憂慮的信息 就是他想繼續看到香港 撕裂下去 這個也是我正正一個最大的問號 當然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對我們的司法獨立 很有信心 但是獨立的司法制度 只是保障到一部分 因為那個檢控 他檢控什麼罪 怎樣檢控 那個權 完全是在律政司那裡 胡仙案 他都有給理由不檢控 梁錦松案 有理由不檢控 比如UGL 我們知道多少 其實這個檢控 是不是檢控的權 是不是都可以進一步 可以商託一下 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應該政治問責官員 做這個決定 是不是去得太遠 不是很遠 因為這個其實在我做大律師公會主席 或者做主席之前 都在討論著 究竟是不是應該要將這個刑事檢控的工作 是獨立於律政司司長之外 但是講來講去 都沒有一個結果 當然現在更加不會發生 我覺得 因為你看到現在鄭若驊 他差不多已經可以說很赤裸 明顯地進行一些包庇 例如李詩嫣那件案 我真的看不明白 為什麼廉政公署交了過去 他竟然決定不起訴 老實說 我當年去選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2012應該是 三個二的士錢 買不到數 追了三年多 最後還要去一個 叫做 庫 不知道什麼 檢控 調查主任 就要在他面前 要被 這個 訓斥 訓斥 還是要有 有封信 要我簽的 你想想 三個二 你可以追到天腳底 三個二 可以追三年多 竟然可以這樣放 一些這樣的人 當然剛才你提到 UGL案 更加是 其實你說我們知道多少 我們是一無所知 他完全不說 所以 這個當然是值得大家去想的 這個是 刑事檢控 是一個很重要的公權力 而政權是掌握這個公權力 如果他是 不透明的 沒有客觀准成的 那就真的 可以用法律來治人 就是這樣 有一把刀寒著你 但我們的無力感是 我們內去不何的 因為政府都可以說 他們是依法辦事 法律容不容許這樣做 他容許他這樣做 變成我們可以怎樣 為什麼我們要爭取真普選 就是他最要向我們問責 現在他們不需要向我們問責 可能我們的丫鬟特首 就是要向習大大問責 那他不用問陳松 不用問梁家傑 陳志雲 不用的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無論是政府經常強調要依法辦事 但其實我經常有想 你政府做得事 一般來說 你辦事就是辦事 為什麼要依法辦事 難道政府會違法辦事 其實這個說詞也相當奇怪 另外就是判詞裡面 法官也有說到 這個控罪是不會構成寒蟬效應 也不會阻礙社會大眾的言論 及示威自由 更不會壓抑人權 即是說實話 無論是依法辦事 還是你煞有介事 去說控罪 即是那個煽惑他人 煽惑公眾防擾罪 是不會壓抑人權 我就感覺有些少 此地無人三百二 但這個在法庭上 他是不能處理的 因為那個控罪 不是他決定的 他來到他只可以審視的證據 是否構成犯罪的元素 所以我覺得問題在於 你說香港是不是有司法獨立 你也可以說是 至少習近平不會直接打個電話 然後叫陳官怎麼判 這是大陸會有的 practice 但我覺得值得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 在香港今天這個 所謂有司法獨立 但其實法治 就是一個唐衣包裝的法治 即是我們怎樣去理解 現在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以及現在整個司法體系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我們應該真的很重要 留意一下檢控公權力 是否應該值得審視一下 另外除了天真那句之外 判詞裡面也提到催淚彈 就是說 其實你們三次 是預計到 警方 或者 會用催淚彈 其實你們應該預料到 我們 又是 離開了一個判詞 你們兩位 雖然之鋒有段時間 被人拘捕了 有沒有預料到 警方發放78枚催淚彈之前 你們有沒有預料到 沒有 肯定沒有 我告訴你 因為 其實 不單止我們 當時在 那個佔領區 那些人 沒有打算 會放出雷彈 我想是 很多香港人都沒有想到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為何九二八 那晚突然這麼多人湧出來 遇到就不會這麼多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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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 這些討論 最主要就是這樣的 我又不認真直接評論他 不過 這些 這樣的 考量 如果你說 對於你那個 判決 是有 一個 思路 理路 邏輯上面 是一個 重要的 一環 一個重要的因素 是 不討論 不行 那你就討論 但正如剛才之鋒也指出 你真是 摸不著頭腦 像八金剛 這些東西 你寫來做甚麼 但是 就算沒有了幾段 其實對於 裁決 是沒有更大的影響 不會令到 裁決 的 邏輯 是掉落的 所以 這樣才覺得 是怪怪的 我只能 現在講到這個階段 如果他判 始終 他判刑 是沒有做的 那麼 他判刑 會不會 還是有一些保圍 或者他整個 里路在那裡 會交代得更清楚呢 這個我們要 因為會反映到法國的側重點 對他的比重 哪裏 我們要拭目以待 現在定案 我們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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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拭目以待